郭麒麟25岁就被痛风困扰 很多的伙伴们都说了 这个岁数不应该 这事儿俩妹妹咋看 我是觉得跟她的胖是有关系的 我是有图有真相的 来 导播 请给我上图 你看见没 郭麒麟以前就是一个妥妥的一个小胖子 而且我觉得你看我身边里 比如说 你身哪一边 你的右边 我身 我还是这妹妹我不知道有没有痛风啊你 就是我感觉我身边 得痛风的朋友 十个里面有七个八个 都是个小胖子 小胖子 你眼神往哪表呢 你这怎么的 你这话说的伤害不高 五五星极强 哪有鲜眼神表的 我都没敢大声说 你拿眼神示意 谁胖了 我胖了吗 你可别胖了我 就是的 不但话说出来 谁说那胖子就得是痛风啊 你看我虽然还行吧 圆润 对 但是我去体检了 我尿酸不高 那更摊不上痛风了 所以我就觉得这事 肯定是跟他们饮食习惯有关 人家郭麒麟以前就说过 他们家老爱吃火锅了 然后呢 吃火锅 他就必喝汤 导播快切一下我的证据 要试试视频 帅羊肉 吃完了 喝那帅羊肉的汤 嗯 长期了 狗狗你爱吃吗 爱吃 那我不爱吃的火锅 那剩锅你爱吃吗 爱吃 老葡萄 你看羊肉很好吃 我吃 长肠 长肠牛肉 发酵鸡 助力 好 你看 郭麒麟你小小年纪 偷从早上门 这事你怎么看 他俩说的原因 可能都同时都存在 就是胖 肥胖的 肥胖的确是一个特别容易导致尿酸升高 痛风发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然后饮食呢 也特别关键 因为你会看到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啊 二十几岁像过去年都不算大了 对吧 很年轻 然后这个高尿酸啊 尿酸升上的 一般来说这种情况就是和饮食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因为如果是单纯肥胖导致的痛风的话 尿酸升高的话 这个恐怕还需要时间 年轻人一般还主要不是这个原因 年轻人的这个高尿酸 尿酸升高 主要还是因为饮食啊 生活方式导致的 我们说痛风呢 可能大家还不是特别有概念 就是因为痛风并不是那么长期 对吧 但是高尿酸呢 的确是 你要去体检的话 拿体检报告看 对吧 那那个尿酸升高的确是太多 目前看主要是因为你的饮食习惯 你吃的食物不是那么健康 对于飘龙含量太高 等等吧 很多综合的因素 可能胖呢 也是一个相对来说呢 要差一点的作用 特别女生 我们刚刚谈到这个问题 女生呢 她本来就不容易高尿酸 女生的肥胖呢 反倒会让尿酸没那么高 还有保护的作用 就是个女的问题 是个男的 就是性别救了你 胖 爱吃高飘龄的食物之外 还有一个原因 可能会导致你的高尿酸血症 直直通风 王老师已经加到我手里头了 碳酸饮料吧 没错 其实除了我们前面说的这个飘龄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因素 对年轻的高尿酸血症影响更大 可能更主要一点 就是饮料 就是里面的糖 要是我们说的更确切点就是果糖 果糖可能大家不是特别熟 可能很多人没听说过 大家可能都吃了白糖 白砂糖 对吧 这种 果糖现在它主要有两种形式存在 第一种就叫糖浆 叫果腐糖浆 现在很多可乐饮料 这里面都加的是糖浆 就是果糖和葡萄糖混合起来的糖 糖浆 果肚糖浆 它消化分解之后都会变成果糖 果糖就有一个问题 在我们身体里代谢过程当中 它从生化的角度 它缺乏一个调控的机制 所以它就会让我们身体里产生更多的飘龄 然后尿酸 它本身不是飘龄 它本身也不会变成尿酸 但是它会让我们身体代谢出 产生出更多的飘龄 产生出更多的尿酸 所以果糖就会让我们的血液当中的尿酸升高